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君 新闻一开始 先带你来看 血液库存量仅剩不到五天 台北内湖科技园区发展协会 特别又举办了千人捐血活动 号召内科重演人员 晚秀捐热血 热血同光 急鼓开始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市议员 王孝伟 陈又成 劝梅沙 与内湖科技园区发展协会 理事长廖全平等人热情急鼓下 内科千人兼血活动正式起跑 这项迈入第十一届的公益活动 从七月三十一号起一连两天 在内科园区三十一处地点设立 尖血站 肖木得四千代谢 第一次的尖血 我们大约只有十三家的企业 来参与 到今年的演业份 第十届几半已经有 超过三十多家的企业 来尖血 那一年两次的尖血 我们总共累积下来有 一万七千两百位左右的 民众来参与尖血 总共兼出了两万五千两百代的 血液来给台湾尖血中心 这一次的千年尖血活动 我们目标是四千代 那我希望第二天就能达标 因为我马上要现任了 我们的下一任理事长 我相信他可以达到六千代 为了鼓励员工婉秀捐热血 内科园区各企业无不卯足 全力祭出各项大奖 甚至还有捐血送龙虾 每一个人都想办法要吸引 因为成为嘉年华 所以有送家电 有送礼券 甚至捐血还送龙虾 所以我们已经让我们的 整个捐血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台湾协议基金会方面表示 受到凯米台风来袭 造成停班尼克 加上呼吸道疾病流息等医疏影响 目前全台血液库程量剩不到五天 台北市长蒋万也大声急呼 号召大家一起晚秀奸血助人 本来就是最容易缺血 因为很多人都出国去玩了 那么再加上前一阵子 这个高温 我们缺血车往往一天 没有五个人上去缺血 太热了 走在路上啊 就晒昏了 也有很多人 那么在上个礼拜 又全台放了这个 台风架好几天 所以已经好几天 没有人把血捐进来了 前一阵子 因为台风来 中南部造成严重的灾情 那很多县市也停班停课 再加上最近 其实我们呼吸到的疫情一直持续 所以 我们包括台湾血液基金会 统计 目前我们全台湾血液的库存量 只剩下4.9天 低于我们安全库存量 7到10天 各血型的库存量 都是偏低的指标 所以非常需要 我们内科所有 充满热血的年轻朋友 各位伙伴 挽起袖子 伸出手臂 捐出热血 救人一命 好不好 这场捐血活动 不仅获得内湖科技园区 各家企业踊跃响应支持 连内湖民众都热情加入 曾经有捐血过 觉得捐血是可以帮助人的事 今天我是第一次挑战捐500cc 除了举办艰险活动 内湖科技园区发展协会 也计划8月16号 在大港前公园举办加年华会 希望鼓励内科企业分流上下班 以疏解内科拥塞的交通 大家都知道 内科的交通 尤其小周末特别塞 所以我们希望鼓励内科的企业 分流上下班 早一点来来到内科看看书 或是到我们两个河滨公园 河滨公园的早上也很漂亮 或是享受美食咖啡的早餐 那这小周末呢 我们也希望他晚一点离开 我们的运动中心 大型的运动中心在内科地区有13家 我们还有一家教室 运动一下拉拉筋 来看看节目表演 或是我们的737巷 再来内科的 现在有很多的网路知名的餐厅 用完晚餐再回去 让我们的交通更昏流 更粗畅 这个是我们内科协会 目前要提倡 内湖科技园区发展协会 积极的做法 也获得台北市长 讲完了肯定 期盼公司协力共同改善内湖交通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 再来看检警侦办网路论坛 创意私房案有了新进展 警方大动作在全台同步进行进网行动 掌握涉案者高达447人 其中还包括了警察老师公务员及工程师等 刑事局强调不论是贩卖拍摄制造 及持有儿哨性影像都是重罪 对于躲在键盘后的犯罪者 一定会严查到底绝不宽待 专案小组在黄姓干部住处清点相关证物 检警持续侦办 未成年色情影片网站创意私房 在全国17个县市同步执行 四波进网专案搜索行动 一举查获上中下游事案者 包括处理不法金流 拍摄制造贩售儿哨性影像 及持有的嫌犯共计447人到案 其中有警察老师公务员 还有科技从业人员 专案小组在6月及7月期间 在全国展开四波的行动 一举查获上中下游不法集团 其中上游是指处理不法金流 以及制作饼片浮水印的助理 中游则是额哨性影像的卖家 还有拍摄制造及散布 额哨性影像的败贤 下游则是持有额哨性影像的买家 警方这一次一举将上中下游的犯罪集团 通通查获到案 检警在侦办过程中发现 创意私房的黄姓干部令启如召 在Telegram创立偷拍贩售新群组OAT 于本月7月8号到9号发动第一波 搜索行动 我们针对TG上的OAT群组犯刑 就是针对他们贩卖性影像 制作贩卖的犯刑 我们共搜索三个处所 总共拘体7人到案 其中处理不法金流的帐房张姓祖贤 拍摄制造额哨性影像的陈姓男子 及另创偷拍新群组的黄姓干部 与偷拍上传的料姓卖家等4人 都被检方申请积押获准 处理创意私房不法金流的张姓贤贤 以及拍摄制造额哨性影像的陈姓贤两人 另外Telegram群组里面的黄姓贤贤 以及偷拍影像上传的卖家 料姓犯前总计4人 经台中地检署检察官 向法院申请羲押获准 对于侦办过程中发生罪楼事件 警方对嫌犯无法接受司法审判感到遗憾 不过也强调真正的被害者 应该是被诱骗偷拍的儿童及少年 刑事局已经将全案一违反 额哨性剥削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偵办 警方强调不管是贩售拍摄制造及持有额哨性影像都是重罪 对于躲藏在网络键盘背后的犯罪者 警方一定会严查到底 依法研办绝不宽待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北市都市更新处举办参与式艺术成果展 以家的形状到来与相遇的故事为主题 邀集八组艺术家从不同的面向 引领民众探索家的形状 其中就有艺术家短暂借居在斯文里三起整载都更后的斯文首善社区 与当地的居民互动 用艺术创作为消失的生活场景留下可贵的记录 都市更新往往让人联想到拆除重建 但随着拆除旧建筑物 社区居民的集体记忆也跟着消失 都更处举办参与式艺术成果展 以家的形状到来与相遇的故事为主题 邀集八组艺术家从不同面向 引领民众在都市更新的过程中探索家的形状 我们当初其实这个案子在谈公共艺术的时候 其实有谈非常多的想象 那当然最后的成果 当然是找 也拜托了这个陈教授他们 陈文贤教他们来 那我们希望它不是只有一个公共艺术 当然还是希望有一些民众的参与的过程 那这一次提出来的这些的操作的方式 其实我们以前也没有操作过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那就今天的一个成果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成果是非常的一个丰硕 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跟体验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成果的内容 大概会对后续 不管是地区民众 或者是不管是各位 大概我觉得后面都会有一些良好的一个记录 或者是一个经验的一个累积的过程 透过展览的方式 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个展现 那我相信后面的这些成果的参与的人 应该说会非常的一个丰富 在这个社宅里面的很多的故事 甚至是都根住宅里面 或是旧的房子里面的故事这样 其实你把这边窗户打开 外面就是那个房子的原貌 房子的那个形式这样 所以呢非常特别 我常问他们说 你有看到他们的笔触 其实他们里面藏很多东西 有一些那小笔触是我们在工作方的期间 是小朋友画的 他把它放进来这样 然后里面有画了非常多 你看这个房子里面 各式各样东西都有 我今天问他说 为什么不是干干净净的人 或者是漂漂亮亮亮的人这样 他想要呈现的是说 我觉得是台湾特别有的现象 是我们被很多的物件 要放很多东西所包围 所环绕这样 所以呈现出一种非常沉重的状态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这个地方的一个著名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写照 展览中视觉类参与式作品 在斯文里 艺术家与参与斯文整宅 都更的居民互动 将采集而来的故事 转化成文字与绘画 为消失的生活场景 留下难能可贵的记录 扮这个非常非常有它的意义存在 可以让回来住的民众 看到什么叫参与式艺术 也许他就会对这边有一个情感 然后会慢慢跟我们都跟处啊 慢慢慢慢合作 或跟我们市政部慢慢合作 把地方上弄成新旧共融 大家一直朝一个不不断是新 而且甚至是艺术的方向来参与 所以我觉得虽然我对这个陌生 不过我觉得参与是艺术啊 跟我们民政团队一直在推动的参与式预算 有个共通点 我们参与式预算有定调一个slogan 叫做重新参与你的生活 其实参与式艺术也是这样子哦 从我们的周遭 然后跟大家目通一起一起来参与 一直在讨论 一直在改变我们周遭的一些艺术 可能会让大家更符合在地 有这种成果我觉得很压抑 为什么在这个社区 这么古老的社区 有这种抽象的艺术 每个都很抽象啦 而且他的荧幕也是放在旁边斜斜的 不是正中间 那叫做一种抽象 真的就是一个大目标嘛 你怎么走到终点就好了嘛 对不对 这叫艺术 展览开幕活动举办地 蓝丝小剧场 是兰州斯文里公办都根的驻地工作站 在推动斯文三起整宅公办都根上 扮演政府与居民间不可或缺的桥梁 作为展览举办之地 更别具意义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导 台湾是世界上第一个 针对具有肺癌家族史及 重度吸烟者提供肺癌筛检的国家 截至今年6月为止 全国已经有11万4445位民众接受检查 并找到了1401位确诊肺癌个案 卫福部国建署举办记者会议 公布免费肺癌筛检开办两年来的成果 也呼吁高风险的族群尽快参加筛检 很幸运 不幸中的大幸运 然后就检查到一颗一公分的那个不好的东西 烟龄20多年的游先生去年接受胸部低剂量电脑断层 发现肺部长了一公分的恶性肿瘤 那我因为十五六岁的时候开始抽烟了 然后因为那时候在跑工地 然后就香烟病毒都有了 然后一直到快四十岁的时候戒烟 那时候一天抽大概快三包 然后那时候就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 然后就到长庚去给那个养院展看 然后持续接验了七八年以后 就到去年 那个长院长说国舰署 有在推广这个 雄部低剂量段检查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烟醋很大嘛 然后时间还没过还没到 我说那叫我参加看看 然后就很幸运 不幸中的大幸 然后就检查到一颗一公分的那个 不好的东西 然后就听从那个杨院长的指示 然后就把他开掉 肺癌患者存活率较低 主要原因是早期肺癌无明显症状 而出现显著症状时已多为晚期 因此国舰署补助肺癌高风险族群 每两年一次免费LDCT 胸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 藉由早期发现提高肺癌存活率 国人癌症死亡原因最高的一个癌症 然后发生率也是最高 但是因为其实我们假如看肺癌 大家都知道肺癌跟抽烟是非常有关系的 那看全世界的癌症 抽烟引起的肺癌还是占全世界的第一名 但是不抽烟的肺癌已经是占全世界 癌症的第五名 甚至比大肠直肠癌还要高 死亡率比大肠直肠癌还要高 所以不抽烟的癌症是一直一直在增加 那台湾是因为我们卫福部跟国健署在戒烟 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戒烟的抽烟人口其实一直在降 所以我们的肺癌的病人是三分之二没有抽烟 只有三分之一有抽烟 所以是完全跟全世界都不一样 我们比较早看到不抽烟的肺癌在 我们这个地区流行 所以我们是第一个国家 针对不抽烟的肺癌也来筛检 因为你假如针对抽烟的肺癌来筛检的话 有三分之二的病人是没有办法筛的 所以你对肺癌的防治是没有办法达到他的目标 我们一直呼吁鼓励 符合条件的民众去做这个筛检 那筛检完不是就没事 那个会发出一个通知给你 那如果有问题就不要担心 不要说害怕就去护士馆 就按照他的指示 找胸腔科医师来帮你看看片子 判断一下他的风险多高 有没有需要立即处理 还是要安排多久的追踪 那即使是跟你告诉你说是正常 也不代表没事 你还是要两年一次的做追踪 那还有一点就是要提醒一下 我不要看到说没事 想想我肺部很健康 没事又开始抽烟了 免费肺癌筛检开办两年以来 已找出1401名确诊肺癌个案 其中有83.2%为早期个案 仅有13.2%为晚期 相较于110年 有61.3%为晚期 显示LDCT肺癌筛检确实有助于早期发现肺癌 那未来无论在深度和广度 我想我们都会依照那个 Evidence-based来继续努力 包括我们会把家族池提前 吸烟量的一个这两个设定 我们都会做处理 希望能够更多人的受惠 好 今早筛检出来 如果我们晚筛检的时候 就我同人给我的资料 如果是晚期的话 那死亡率有可能的90% 五年的 然后如果是很早晒出来 很早期的时候 那90%还可以治好 所以说这部分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因此呢 我们今天特别来拜托大家一下 就是说 我们国人的健康的部分 需要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符合这里面的条件的部分的话 记得要赶快出来晒件 世界上 真正关心这块的地方的国家 其实说不多 我们国家已经走在 这部分走在前面 由于LDCT仅能早期发现肺癌 不能避免肺癌发生 吸烟者只要戒烟10到15年 肺癌发生的机会就可能减半 国建署鼓励人有吸烟情形的民众 善用戒烟服务资源 同时远离二三手烟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 根据统计 今年台北市到目前为止 车祸死亡事件比去年同期下降不少 不过机车死亡事故却比去年增加 希望透过速度管理降低机车事故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呼吁各单位 严正以待 保护市民的安全 当汇报前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颁奖表扬 营运服务获得优等的7家客运业者 根据统计 今年台北市到目前发生A1交通事故案件 共39件比去年同期下降不少 其中新人死亡事件比去年下降10件最多 显见台北市政府推动交通安全连相关措施 发挥成效 不过机车A1事故却比去年多了事件 尤其万华区 堤外及桥下道路 7月5号一天接连发生两起机车死亡车祸 引发关注 台北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方面表示 将从加强速度管理着手 因此拟针对巷弄与堤外道路增加移动式测速取缔 事实上我们在年初就有发现 今年度的机车事故较以往有增加的趋势 我们在今年2月就通报各分局 除了我们例行性的交通违规取缔各项目之外 我们分析交通事故造势的原因 针对包括超速造势逃逸 这个变换车道不当等七大项 机车违规我们就先通报各分局去做 加强这个部分来取缔 另外刚刚也特别提到第三季事故防治的计划 事实上行人的部分 我们针对侧不让人跟行人违规 违规这个行驶人行道违庭 这个都是我们一直取缔的重点 包括这个移动式的道路障碍之外 我们特别往年七月开始都是一个年轻族群 或者是机车族群的这个高峰期 那我们今年度也开始针对巷弄 这个做移动式的这个测速取缔 包括这个万华分局 今年在七月五号 在体外的一天发生两件的这个机车事故 在华中跟这个中心桥下 那我们也这个由周副局长率队 针对每件A1事故 我们都去做这个会刊 那针对万华分局 包括这个环块跟体外的这个快速道路 在机车 我们发现机车的事故确实在速度管理 真的都多多少少都有关 所以我们也请万华分局针对 包括各分局题外的 核题外的 包括巷弄做这个移动式测速照相 根据分析机车事故主要耗发在18岁到24岁间 交龙局长谢明洪也提醒因应九月开学季 应该在八月就开始宣导 道安委员会委员陈婉会也提出建议 也非常支持道局长 对于这种所谓速度管理这一块 能够在我们不管是每个行政区能够的加强 因为速度快的话对机车这种落包铁的 他是没有办法有保护的 所以他的死亡的几率是会比较高 呼吁我们的教育局 还有我们说对于这个年轻学生 他们在开学又取得驾照的气氛行为 我们可能在八月份就开始要做宣导 因为也说在九月份怎么又喷升起来 年轻人主要的那些事故的问题 比如说超速的事情 那你给他看那些影片 你就是超速你就是来不及 就是会治疗就是会怎么样 所以你的速度控制就要变得很重要 所以就不是说一个很简单的 跟他讲说你就不要超速 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影片真的是最快 台北市长蒋安更提醒 下半年开始才是严峻挑战 要求各单位严正以待 多层面多管道宣导及加强防范 以避免机车族群A1事故的发生 上半年我们相关的事故相较去年少 但是下半年开始才是严峻挑战的考验 所以这部分还是要请大家严正以待 所以相关的宣导 刚刚包括陈老师建议 也就是我们对于机车族 下半年事故会增加 18到22岁吧 24 这个也都是我们要特别关注跟留意的族群 以及下半年开学以后 以及到年底有各项的活动 那对于年轻学子 包含台北市有这么多的大专院校 已经刚谈到对文化或北市大 我们怎么样加强的宣导 来避免机车族群A1事故的发生 我想要多层面多管道 来进行相关的宣导 以及加强防范 另外针对下半年习人 尤其是长辈可能因为天色变化等因素 造成交通事故发生几率提高 蒋万也要求各单位全面动起来 在公园学校等热门运动场地 能透过加强路灯照明 及三色号支灯早开等建置 来有效防止事故的发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重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湾美食展将在台北世贸登场 600个摊位大菜小吃应有尽有 各县市的地方政府也推出了主题馆 带来多项代表性的优良农产 与在地民店的好滋味 丰富的特色美食优良农产 大菜小吃好酒好茶都将在台湾美食展展出 规模达600格摊位让民众敬请游览 台湾美食展8月2号到5号在世贸一馆登场 各大饭店餐饮集团公布超值优惠 用美食吸引国内外观光客 台湾美食展展展 台湾最棒的魅力就是美食 今年1号4月来台湾的国际观光客 266万人 里面不管是日本 南国 香港 澳门 美国 马来西亚 泰国 全世界的观光客 所有的民调都说 他们来台湾的重点就是吃 就是美食 一起为台湾的美食先扑上这个地方 要给大家看一下 全世界观光客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们都知道 台湾不止台积电 台湾不止金电 台湾不止有利益自由的空气 台湾有最棒的美食 每年我们台湾共同协会的同仁 去世界各国推展的时候 我们摆开出来 现场只要挂发在真上桌 就是欢笑 就是热情 就是钞票 气味带动记忆 全世界都因为美食而爱上了台湾 美食已经是台湾的美丽了 而且我们文明全球的 不止是珍珠奶茶 现场我们知道 拿到世界外军的 有台湾威士忌 有欧马 也有跟马兰 有所供炸油 也有单局有价 我们去年的米其林新星 台湾有50家餐厅 但是在台湾威士忌 现场至少有7家米其林 还有更多的米其林 来到现场 台湾已经是美食王国了 我希望所有的朋友 来到现场一次试验做得好料 而且还可以听到更多 听到更多网红主族感和院则权 今年我们看到的是所有我们的食材 是从产地到厨房里头 每一位职人的精神都发挥得严厉旧质 我们看到的在文会市场现场 一定可以看到 就我刚刚就会长讲的 每一个材料 包括调味料 也都会让大家经验 不只是这个年酒等 还有来自这个阿里山上的 那个叫做 借磨或什么借磨的三魁 那当然我们放后的酒水 除了酒之外 没有咖啡有美食 都是我们台湾在地的 台湾要行销全世界 所以当然要用台湾的美食 来销补全世界的女人 当然要用台湾的各种食材 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不管鱼肉蔬菜的 调味料我刚刚讲过 用这个来让所有的 来自世界各国的女人很了解 你吃到嘴巴里头 这个美食是来自所有的 你刚刚讲的 食人的领域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厨师 这次的美食在里面 这么多的当初 这么多精彩的米其林都在这个现场 所以我作为一个台湾的实战 筹备有很多人有准备的 那我们这其实是想象 我们有用筷子 用筷子可以夹出各种好吃的东西 从我们七世的 中世的 台世的 各种世界各国 我们每个地方的地方都要有很多可以 所以在这里作为 台湾观光协会 这样的一个平台 它就是要 十岁月后请你 我们第一个时 让世界人们知道 去年就有游轮的客人 来到我们的美食站 让他们经验 让他们 手上都买了很多东西回去 这是我们七世饭 美食站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希望把他们来 希望所有的观光客 在这一段时间来的时候 你可以四天内任何时刻 你可以看进台湾各地的 丰富的美食的内容 我们不管第一次的调查都显示 国际观光客来台湾 No.1就是要吃美食 但是我们也在行销上 发现在推广美食有一些限制 所以说他来过以后知道很好吃 他还没有来以前 我们要跟他宣传的时候 要怎么宣传 一开始我们从办这个美食站开始 接着有厨艺竞争 Iron Chef 那个竞争非常激烈 又一年一年这样的办理 把这个 台湾美食的品牌建立起来 但是到后来 我们发现在国际竞争的时候 我们还缺一个东西 就说 我们台湾是美食天堂 下一个问题 请问台湾有几张米其林餐厅 这时候我们突然有点卡住 所以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就正式离近了 跟米其林合作 然后开始推广米其林的美食 那所以我们一年一年的推广 现在真的是 从接果美食到米其林 三星的餐厅 都是一流禁 那前一阵子我新加坡的好朋友来 我来跟他准备介绍全世界 唯一一家三星的新加坡料理 是在台湾 不是在新加坡 然后他们非常的吃味 那今年很不一样 今天我们来的公布观光署 也有设计台湾味 这个湾 为什么叫台湾味 就是我们美食之外 要配哪里的好玩的地方 所以我们把整个展馆 分为七个区 那每一区都有好吃 加好玩的影片 那另外特别 针对花莲 对此话 我们也有特别的 四肢化中的教训 希望大家 在这个品尝的食的时候 也多多到花莲 去支持我们花莲的旅游 各地方政府单位 也卯足全力 推出主题館 带来在地好物 得奖产品的美味 邀请民众品尝采购 不用周车劳盾 来一趟展览 即可品尝全台好味道 台湘美国菜单 赞 记者问郡台北不到 国民党立委王洪威 林沛祥召开记者会议 指出公示台与台新闻专题 台湾事件部中的拆良行动 新世代的政治参与单元 播报金融市长谢国梁罢免案 以片面支持罢免案的报道 公然违反选霸法 已经向金融市选委会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来检举 并去含要求下架该节目 要求相关单位依法查处 立委王洪威当场播放节目片段 11分钟的报道 金融市长谢国梁回应罢免的部分 只有短短7秒 怒批公示台与台 根本领纳税人的钱去当民进党党媒 11分钟里面出现谢国梁相关的画面 只有35秒 而他回应罢免理由短短7秒钟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样的这个纪录片 这是什么样的媒体报道 他在里面的报道里面说 竟然说谢国梁方面呢 针对超过4万份的罢免联署书 谢国梁却是没针对罢免理由回应 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我们到金融市的政府的相关的 诚情专区 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多 针对这些罢免理由的回应 结果这个节目 竟然只是用打了一通电话 去问金融市政府 然后就说没有回应 你们不会用Google吗 你做一个专题报道 连Google都不会用吗 你不会上网吗 你到网路上就可以看到 金融市政府的澄清专区 有相关的回应 然后你都是非常令于去报道 就讲了7秒钟 说没有回应 简直莫名其妙 这种是完全是你是 难道你是这些罢免团体的 你是他们的这个 担任宣传的干部吗 这个在过去 你不要说什么公共电视啊 连我们一般的盈利电视台 我就是看到民事的三例 都没那么离谱啊 民事三例都没有像公事 这么离谱耶 公事你还是拿纳税人的钱哦 你是公民电视台哦 竟然可以公然的违反选罢吧 立委林佩祥认为罢免案的核心 是基隆东岸广场被侵占案 但一审已经判决 基隆市政府申诉 罢免团体却用别的理由搪塞 继续恶意政治操作 看完那篇那个影片之后 我只认为是说 这就是一个很高明的 一个所谓的以报导为名 宣传为实的政治广告 各位认知作战 但不会只有在国家全国的范围 在地方也会有所谓的认知作战 而这一次的这个影片 尤其是由公事 理论上这个公网集团 应该是为公共利益而去发生的 应该从公平正义上面 来去帮我们国家 来去做一定程度的宣传 但是在这个纪录片上面 我看到只有两个字 偏颇 而且是极度的偏颇 我们认为是认为这个公共电视 不应该被这样利用 拿的是纳税人的钱 但是却为特定的政党 特定的利益团体而服务 这样的作为 其实非常不可取 整件事有关谢国阳市长的罢免案 基隆市政府也好 还是我们国民党党团也好 都一直重申 这整个罢免的最核心点 就是当初东湾网场的市场被侵占 和这个案子 而这个案子在第一审的时候 也已经判决 是基隆市政府 所以如果严格讲起来 这次罢免案的理由 的基本理由已经不存在 但是现在罢免的团体 用其他的理由来搪塞 来想尽办法 继续去做这种恶意的政治操作 政治斗争 仇恨动员 我个人认为 我一直都反对所有情势的罢免 但是尤其 但是这一次的操作 让我认为说 难道 在民进党执政之下 媒体的第四权 媒体的独立报导权 媒体的平衡报导权 已经被剥夺了吗 如果一个专题报导 可以做成跟一般的企业体 花了几百万几千万 在特定的杂志媒体上面 做出的报导 特定来去做偏颇的行销行为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直接讲说 公事已经变成 变成民进党专属的电视台呢 律师柯成浩表示 依照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第49条第二项规定 这次的事件初步来看 确实有违法之余 第110条第二项说得很清楚 广播电视事业违反第49条第一项 第二项 注意这边第二项 或第三项规定者 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还 那就目前的状况 公事至少 以它呈现的情节 可能会面临 新台币20万元到200万元的罚还 那当然裁处情节 不会直接从重开始采拔 一般都是从新开始采拔 可是公事这样的维师 作为一个 李纳税人前的电视台 却从事这种 其实不是很中立 甚至有洗脑疑虑的行为 其实是蛮值得检讨 这是除了法律之外 我们也要提醒 作为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对于媒体在呈现罢免案 还有竞选案 其实有大量的条文 要求要保持中立 保持中立性 而且同时不能任意的支持或反对 对此民进党立委许智杰 建议公事台与台 可以建立更平衡的机制 或错开敏感时间点 立委王宏伟表示 以向NCC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基隆市选举委员会 提出检举 并屈含要求公事台与台 下架节目 要求相关单位 依法裁处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台北市南区辅居中心 和广磁市障者生活重建中心 进驻广磁卫福大楼 市长蒋婉安 透过实际走访 了解第一线的运作情形 勉励大家为生障市民及家庭 继续提供专业的服务 台北市长蒋婉安 是成电动轮椅 体验行动不变者的辅居生活 他来到台北市南区辅居中心 和广磁市障者生活重建中心 除了了解各市府具 为不变者带来的帮助 也练习由导盲犬带领过马路 感受市长者外出行走的状况 一直以来 我们社福团队 在过去这段期间 非常努力致力于 打造以人为本的社福环境 所以在去年7月17号 我们到大同区参加 建成社福中心的落成启用 今年的1月18号 我们到文山区 新岩的社福大楼的落成 那在5月2号的时候 我们再到内湖 去参加我们心爱 住宿性长照机构的开幕 那都看到这些 我们提供完善的社福设施的场域 不断的陆陆续续的展开 所以我想我们展现的是整个 市府团队 大家有温度的获利 以及决心 那今天我们再次来到广池 当然这里除了有社会住宅 在社福设施以外 刚刚谈到的南区辅居中心 以及市障者 生活重建中心的进驻 更代表我们不只是有硬体的建制 我们更要提供软体贴心周到 好的体验的服务 那市障者的生活重建中心 因为我上次之后 我其实有几位很好的身障朋友 他们会不断的跟我反映 很多在台北市生活所面临到的挑战和困难 不管是搭公车等候的困难 或者日常生活起居 所以我们这次在广池所设的 身障者的生活重建 我们会有实体的马路 红绿灯 行人路口 还有模拟商店 就是让一个模拟的情境 让身障 市障者到这边体验之后 然后看看 我们有专业的人提供相关的咨询 心理支持 然后慢慢的让它可以适应日常的生活 走进社区 所以这两个中心我想是一个指标性的 第一辅具呢 其实在29年前就开始做这个辅具的研发推广 不论在十一柱形的各种辅具的研发跟推广 我们在29年来都非常的用心 收集国内外各种的区训 那么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生长朋友 那么现在刚好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也正好把这个辅具的经验呢 也就移转来给我们朝照的使用 那么这29年呢也很感谢政府单位呢 都也加入了这个辅具的租赁或者是买的一个服务 那么我们也很高兴我们第一基金会在这里做了一个领头的作用 也看到政府单位呢大家都退入了 都加入了 那么这个南京辅具中心的成立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有这么棒的一个场地 那么我们也很希望未来 我们的台北市民可以多多善用这样的一个辅具的租赁 或者是用购买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么当然我们也很谢谢我们第一辅具的工作人员 我们在这段时间大家呢 用很多的心力希望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蒋万市长也当场宣布福利措施 包括市民使用生长机构服务 市府除了按月提供补助 也动涨家长自负额 减轻生长家庭负担 使用社区服务设施的低收入户 及中低收入户者免费 预计加会1177位生长者 我们对于生长机构的补助 除了每个月固定补助以外 我们动涨家长的自负额 减轻我们生长家庭家长的负担 第二我们其实对于使用生长设施 包含小座所在内 这些社区的生长设施 我们对于低收入还有中低收入 我们让他们免费使用 而且预计会有1177个生长者受惠 第三我们已经规划好在接下来的四年 我们会增加33处 社区生长的社区服务设施 包含小座所 小座所还有生长的居住 日照等这些设施 预计会增加33处 我们希望提供密度更高 更周全的社服服务 当然我要非常感谢我们所有对于社会福利政策推动的 各位先进伙伴 也谢谢秦议员在内的 我们台北市议会大力的支持 我们要展现的是一个有温度的魄力 我都跟社会局同仁强调 社会福利政策的推动 看起来是对于这些弱势生长 需要被照顾朋友提供很贴心温柔的服务 但是很多的建制是需要破例 是需要决断力跟执行力 所以谢谢社会局相关局处的同仁 能够在广司成为一个指标性的示范区 那我们希望这边的示范能够成为一个典范 然后慢慢地扩及到台北市各个区域 南区辅居中心将家庭中的客厅、卧房、厨房及浴室 打造成友善不变者环境 协助民众做专业辅居评估与适配服务 并提供从辅具补助核定申请送件、辅具补助核销资料收件 到长照补助核定结果核发等单一窗口的一站式服务 让民众省时又变利益 记者问君 台北报道 涉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中山区大清大城社区道路破损的问题严重 但政府长年以来无法进行道路维护 市长谢国良去年亲自访试会开后 提出了公共安全认定委员会的解方 公务处昨天就进场168项道路进行刨铺修复的工作 预计今天完工后就可以铺平 工程机具来来回回将就的柏油彻底铲除 进行重铺中额路168项实施人车管制 我们怕谁落到那个地下室就不能修理了 那现在哪个重铺呢 那从重铺一定很高兴啊 怕谁落到地下室去 工作人员22小时一段施工 那施工机器总共大小车辆总共25辆的基金 市长谢国良亲自到现场听取简报 基隆大清大城社区二十多年来道路从未铺设过 路面出现破损 市长谢国良去年率领市府团队到现场窥看之后 透过公共安全委员会认定 终于促成道路重新铺设 以照台北市首都的一个情况 一个案例邀请了专家学者对于 会有公共安全的需求及疑虑的道路 来让专家学者来进行认定 一旦专家学者认定之后 那即便它是社区的道路 那我们也可以来进行施作 因为我们必须要保障公共安全的道路 跟它的一个安全性 重铺工程从31号上午8点进场开始刨铺到傍晚 在晚间5点到8点先开放居民通行返家 接着将开始进行路面重铺 预计在8月1号凌晨6点全部完成 那白天的话我们就是一直到下午4、5点的时候 是刨除的工程 先刨除 在5、6点以后就是因为有些要回家的 有一些通行的需求 我们会先休息一段时间 回家的路终于平了 市议员宋伟丽 何庆理里长陈家和 特别感谢市政府将20年的旧路重铺 非常感谢市长让我们原本这个坑坑巴巴的一个路面 造成设计很多居民的一个车祸 跌倒的事件 那来关心我们这个社区 让我们也期望有一个很平整安全的道路 28年中我们的公文往返都是不可行 那直到我们谢国梁市长当选之后 我们又再次的跟他提出 然后让我们感受到就是让我们这边大县的居民说 感受到我们的市长是一个苦民守苦的 对所以说他就立即到现场来会嗨 然后告诉我们他们就市政府愿意来帮我们这边大县大臣 用一个公共危险的一个法令来克服 政府强调今年的道路养护经费就超过两亿元 是历年来最高展现了市府对于路平的重视 记者黄绍铭记录报道 基隆市长谢国梁多日亲自到基隆火车站 发送政策笔记本并开直播 诉求让民众了解政策与政绩内容 但是就有民众质疑 这个台铁周遭依规定不能有选举相关的行为 因而检举他一起来关心 各位我们市民朋友大家早安 那小爱爸爸今天又来跟我们的通勤族来问候 那也有很多朋友给小爱爸爸鼓励 那我们很感谢有这样子的机会 基隆市长谢国梁一早七点多又到火车站 向通勤族问候并发放政策笔记本 针对民代及外界质疑 市长谢国梁正面回应 我想我是基隆市的市长 我们在没有谈及任何选举的情况下 来跟市民宣导我们的市政政策 我想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 我想不管是任何团体 或者任何政党都不能也没办法剥夺 我跟市民互动接触 亲近这样子的一个权利 跟一个这样子的环境 那我们一定会继续的 尽我们的力量来宣导我们的政策 而且大家也可以在直播上看到 有很多市民看到国梁 其实是很高兴的 也会趁机反应更多让市政改善 变好的方法 而针对有民众向台铁检举 希望台铁能够保持行政中立 台铁金融站也提出说明 早安的行为这部分 我们也在那边做一个普通说明 在以往市长也曾经有过类似的 一个像一个问候的行为 那之前的话 我们当然都是会尊重市长 那车上方面也都没有派人来做陪同 或者说是做一个了解 那后续当然如果说 因为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 或是涉及到有一些所谓的公投阶段 这一个进程的部分 那我们会在视情况 来做一个综合的看转 亲自近距离的跟我们 基隆市的选民来请安问好 那同时来进行政策宣导的工作 那都没有涉及到所谓的罢免 或者是反罢免 那同时我们的地点 也是在台铁的站体之外 也没有影响到旅客的通行的进出 记者黄少铭就用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中山区 举行113年模范父亲 即好人好事代表的表扬活动 今年有两位小小朋友热舞表演 抢过所有受表扬者的风采 获得最多的掌声以及喝彩 把现场气氛带到最高潮 中山区在通明里民活动中心 举行113年26位模范父亲祭 16位好人好事代表的表扬活动 这两年来都有相当热闹吸睛的表演活动 去年则是邀请与会所有人员 一起大跳鲨鱼宝宝舞 娱乐得奖的模范父亲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们 今年则是这两位小小朋友 小男生幼儿园刚毕业 小女生则是国小二年级的热舞表演 包括市长谢国良 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 以及市议员宋伟丽 郭美秀 都亲自出席参加 议长童子伟和立委林佩祥 则是有事派代表出席致议 市长除了感恩模范父亲 及好人好事代表之外 也强调市政府用心突破 20多年来相关限制 为中山区大庆大臣社区 重新铺路 希望让大家行得更安全 感谢你们一辈子的付出 所以我们今天的表扬 是真的来感谢大家 也因为你们见过了这个 幸福又翔和的社会 最后我们再次 谢谢我们所有的里长 理事长 对小爱爸爸 跟我们市政的一个关心 我们今天到这个 和庆礼的成家的里长那边 把我们大兴大臣 20几年没有扑布的 那个社区型的道路 开始重新逃扑了 因为以前大家都说 这个社区的道路 进不去嘛 小爱爸爸爬他进去了 然后呢 现在让这个新的路 然后可以逃扑 这样以后大吃大成 就有一个安全 而且平稳的道路 大家说好不好 好 那我们一起努力了 谢谢大家 今天的活动 圆满胜利成功 大家身体健康 和家平安 市长以及议员等等 也和所有受奖者 以及家眷们 开心合照 起分 热闹圆满 记者 吴俊松 激动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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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下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